总书记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 总粮收入还有就是这个品种产量 这些年国家提倡规模化均匀 老百姓把土地包给总粮大富 有租金的收入 保底收入 再加上到田里帮工 外出务工 收入是一年比一年好 总书记在卫生站就问问了 咱们村医平时开奖工作的情况 老百姓在这儿看病啊 拿药啊 报销啊 这方面花钱多不多 政府补贴的怎么样等等情况 它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文物保护 就像山苏史的保护一样 第二个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文化自信 我们也希望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传播者能够牢记左肤记的诸托 加强这个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当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文言总书记》后患我们是做什么的 这次我们来宜兵学院准备招聘20名大学生 做我们公司的研发人员 那么总书记听完以后呢 和我们几个其他企业呢 都做了更加深入的交流 跟我们讲了科技强军 科技强国 然后重视实体企业的发展 总书记当时就是说我们国家 非常关心大学生的一个就业情况 然后也是非常鼓励我们去就业 希望我们能够在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去发展 就是现在就业方向也是多元化的 希望我们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 然后能够自立自强 总书记今天对于我们这一类高校的人才培养 包括大学生的就业工作了 非常关心 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总书记鼓励我们在创新道路上去加大投入 做出更多创新的产品 他就希望年轻人这样有朝气有志气 要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踏踏实实的苦干实干 我们一定努力奋斗 多少种类的精神 关键就是要落到实处 要实大实的给企业解决问题 把中原好的政策落到一线 帮助企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